这些格式的设定 这些格式里面的话 必须要自己再插入一些文字上去 那里面的话有些相关的说明 那其实完成就类似像 这个右边的这个图 所显示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第一个我们先产生一下108体 108然后按确定 那一样特别注意就是 你不要直接开启 因为直接开启会是用那个2007的 这个Office开启 所以我这里的话我们一样 我先把这个2010先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 我的习惯是把档案拖拉过去 然后比较简单一些一些 就直接把这个档 直接把这个档丢进来 他就把它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他这边题目里面有说明 就是说他这边在第一列与第二列之间插入一列 然后呢就是其实 就是插入哪一列 插入这个中间这一列 中间这一列里面呢 他其实就一直重复这三个东西 这三个名称 分别就是这三个 Score一直到Leader 这三个 然后呢一直重复到应该到K吧 到K 所以总共的话呢重复到N 所以这边有1 2 3 4 也就是说呢 我们先做出一个之后的话 然后呢先插入一列 插入一列 插入一列之后的话呢 再分别输入这三个之后 再把它复制贴上 那总共有四个 有四个 然后呢再利用合并储存格的方式 把这边本来是两列的把它怎么样 合并在一起 所以这个地方A的12跟B的12合并 然后呢这个地方C的C1部分呢 把它合并 那这个地方把它合并 也就是说让他的这个表格看起来 比较不会这个 很这个这个这个地方 要把它做一个合并的动作 那各位可以看到 那做法上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在第二列的地方怎么样 按右键 我希望这边可以做插入 插入一列 对不对 那插入一列之后的话呢 分别把我们要的这几个 分别就是Score A字到那个Leader部分呢 把这几个字把它打上去 打上去后再复制 再做合并储存格的动作 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先做出一个之后 其他的话就用复制贴上就可以了 所以这题目里面 它要我们怎么样呢 依序填入这一个部分 就C2一直到E2 F2到H2 一直那一推 所以我们分别把这个 先填完之后按Ctrl-C 然后分别在F2的地方把它贴上 在I2的地方把它贴上 在L2的地方 L2的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就一个两个 在这个地方把它贴上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总共会有贴上四个 OK 那我们就完成了第一题的部分 第二的话 合并储存格 分别把A2到 这个A1 一二把它合并 然后这个合并 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地方要合并 那合并的方式非常简单 就是这两个选取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合并储存格 按右键 这边有个叫合并 你们可以从这个地方 或者从 这边有没有合并 合并功能 这个应该是这个 跨栏之中 这个地方 或者是你从上面这个地方点下去 这个也点下去 然后再把这两个怎么样 按这个跨栏之中 然后这三个把它按跨栏之中 这三个把它按跨栏之中 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把它做一个合并的动作 其实跨栏之中 就是合并之后 并且把这个 里面的文字放在中间 OK 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一体部分 那合并储存格 那这地方做出来就类似像 完成的这个画面所示 那再来的话 我们设定什么呢 72Horce 这个Leader栏位 它的公式为是这个 所以我们公式部分 就照它的方式 把它打上去 那这里的话 就Leader这个部分 里面是空的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给它一个公式 公式部分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Source 那Source部分的话 跟这一下Score 就这个L2 L2减掉什么 减掉72 再乘上4 就是它的公式按打勾 打勾之后 底下自动填满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整Leader的 这个公式计算部分 好那再来的话 所有列高为25 那所有列高怎么调整呢 首先就把所有的列 通通选取起来 再设定列高 那选取的方式 你可以这样 先选取这个第一列 然后往下卷动 再找到75列 按Shift的键 把这些列通通选取起来 按右键 然后列高的部分呢 给它25 按个确定 这样的话呢 所有列就会一样都是25了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第4的部分 就是选取所有列之后 设定它的列高 OK 那第5的话呢 框线部分 这一题跟刚刚第110题 几乎一模一样 这个地方一样 内框线最细实现 外框线次出实现 不过呢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第二列跟第三列之间的 为双线 那第二列跟第三列呢 第二列第三列就是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呢 应该是属于内线 可是你要把这一条线 只要改这条线该怎么做 那我们把这两小题完成 首先的话 第一个也是要把这个范围选取 那选取方式 请你选A1 按下Shift键 再点最后一个N75 这样的话呢 就会把这个范围做选取 那选取完之后的话 一样嘛 刚刚我们找到这个 我刚刚讲 常用里面的框线的地方 找到其他框线 那我们一样 内框线就是这一条 最细的实线 然后选它之后的话 色彩不要动 按内线 OK 那刺出实线这一条 按外框线 这样的话就设定完毕了 将来列印的话 里面的框线是细的 外面框线是这个 这个刺出实线 再来呢 我希望去改变哪一条线呢 改变这个第三条的 这个第三列上面 第二列的下面 所以我就选第二 第二列的这一些储存格 好 这些储存格 然后选取完之后的话呢 请各位 再去点选 这个地方的其他框线 那其他框线特别注意 那我怎么去制定呢 特别特别注意 这个方法跟握的里面一样 因为我选取的是 这一个储存格 对不对 所以这个储存格呢 基本上 不太好画 那基本上就是这里 其实你对照的 其实就是这里 那也就是我要改变 改的是上面这一条线 所以你只要改上面这一条线就好了 上面这一条线 其实就是这个按钮 好 特别注意啊 这个按钮就是上面 那我要怎么去更改 特别注意 先选择双线 选择双线之后的话呢 再按下什么呢 按下上面这个按钮 那上面这个按钮 特别注意啊 你把它点一下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它改成双线了 意思就是说呢 第一步请你特别注意 一定要是选这个范围 你不能选多 也不能选少 选好之后的话 对应过来 就是上面这一条线 所以你就是 先选一个 这一个 然后再给它什么呢 上框线 确定一下这一条线 是不是双线 是的话就按确定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隔线就会双线了 双线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边就双线了 其他还是单线 其他不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方法 在握的里面也是一样 我看到很多同学 握的也是 不是很清楚 那个表格怎么去制定 光一个履历表 可能就 表格就做得不是很漂亮 OK那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我们已经做完了裂高框线 再来就设定格式化 那格式化特别注意 它有个SPA HOS 这个感觉应该是什么 这应该是 18栋 应该是那个GOLF 对 它有18栋 36 不是4 然后还有72 所以它分别去做比较表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在旁边增加 因为如果你给数字的话 应该这个是什么 负的话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这个等于是多几杆或者少几杆之类的 那如果说你要用图示在旁边显示 它要我们怎么样呢 在18 36 54 等Leader 特别之后是Leader栏位 Leader是最后一个 要设定什么呢 格式化 那格式化是要做什么 五件号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只有三个栏位 这三个栏位分别就是 30 18 所以这边18 一直到54 那选取的话 72不用选 那怎么连续选取 特别之后 第一个 当然你可以分三次做 不过其实一次就可以做完了 第一个呢 请你点选E3的储存格 然后按Shift键 去点选最后75 这个范围就选取了 可是我要再选下一个范围 那下一个范围 如果你要复选的话 请你按Ctrl键 去选取什么呢 H3 然后再按Shift键 再点选 H75 有没有 这两个范围就一起选取 再按Ctrl键 去点什么呢 K3 再按Shift键 去点最后的这个范围 这样三个范围级可以选取 否则你要做三次 OK 那设定格式化条件 里面有个图示 其里面就有个什么 五件 这个 五件号的这个彩色部分 那你可以把它点选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分别 如果高低这个数字呢 就会有不一样的图示出现 那最后的话 72洞呢 它要我们做不一样的设计 所以这里的话呢 把这个范围选取 它要我们做什么动作呢 72洞的话呢 它要做Leader 做什么 三旗帜的图示 然后有百分比 如果最高10%呢 为绿色的 大于等于这个 90% 那最低的话呢 就是这个地方 10的部分的话 那为红色 红色旗帜 那有不一样的旗帜 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先把范围选取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呢 设定格式化条件 里面的话 看有没有那个旗帜 有 可是这个地方 我要设三旗 这个 这个这个部分 那我要选择其他规则 为什么 因为规则部分 我要重新定义 那怎么定义 图示的样式 请你改为 这个 这个三旗帜的 这个 这个样式 再来的话呢 百分比 百分之 如果大于等于90的话 就是绿色的 那如果大 这个地方的话呢 大于 他题目有讲 大于10的 百分之10的话呢 那就是给它黄色的 反之其他就是红色的 按照百分比 去给它不一样的 这个这个提示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些 大于90%的 大于等于90%的 就是等于领先群 然后 然后百分之10跟最后落后的 分别给不一样的旗帜 按确定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地方 就会有那个不一样的旗帜 出现 那这样就一目了然 比较清楚一些 接下来的话呢 后面还有 这个地方是第六 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说 将A1到N2的部分呢 填满色彩 那淺绿色 那这部分非常简单 你第一个的话选举A1 然后呢 再按Ship键 点选这个N2 那这个范围的话呢 再用油气筒 这个非常简单 填满颜色 淺绿色找一下 好 淺绿点下去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一题就完成 那请各位把这一题呢 另存新档一下 另存新档一下 那这一题的话呢 就存成这个 我们要的这个这个档名 108 OK 好 那把画面还给各位 来试试看 哦